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BQ站等着我们 太棒了 我要开动咯 小朋友 请先等一下哦 为了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准备了丰盛的BBQ大餐 但是大家必须合作通过挑战 才能获得兑换食材的点数哦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BBQ大挑战吗 我准备好接受挑战了 这关要玩的是支援前线 请依照题目的指示 在三分钟的时间内 如果找出的正确物品数量越多 就可以获得越多兑换BBQ食材的积分 我们分好组了 那指定的物品是什么呢 小朋友注意听哦 这次指定物品的线索就是 和四边形有关的东西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计时三分钟 Ready Go 哦 赶上了 我们收集完成了 大家都很厉害耶 好像都胸有成竹呢 接下来要公布今天的任务 从收集到的物品中找出有长方形的东西 请把你们的物品展示出来吧 我们收集到这些物品 首先来检查 狐狸猫小队找到的物品有没有长方形 长方形 对边等长 而且四个角都是直角 这个后背包跟闹钟都没有四个直直的边 所以这两个物品被淘汰了 那这个野餐店是长方形吗 这个野餐店和风筝 没有两双等长的对边 也没有四个直角 所以不是长方形哦 另外三样物品的面 两双对边等长 四个角都是直角 所以是长方形 轮到小树蛙小队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哪些物品有长方形吧 小树蛙小队收集的物品中 哪几个有长方形呢 答案是 笔记本 巧克力 踏牌 日饭团没有四个边 所以不是四边形 徽章和项链挂坠 虽然对边等长 但是没有四个直角 所以不是长方形 正件套上方不是直直的边 所以也不能算长方形 太棒了 大家都成功找出长方形的物品了 只用肉眼来判断长方形 好像不太准确 我们要怎么确定呢 莉莉的问题很棒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机器人小帮手 可以检查到底是不是长方形 你们知道它用的是什么工具吗 我看到了 机器人手上拿着直尺和三角板 没错 直尺和三角板 可以分别拿来测量长度和角度哦 小朋友 可以到积分兑换处观察机器人 是如何做检查 让我来告诉你如何检查长方形 步骤一 使用直尺 先量比较长的边 和它对面的边 长度要相等 接着 再量另外两个较短的边 长度也要相等 步骤二 使用三角板 三角板上的直角 用来当做直角检查器 确认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咦 这张卡片看起来像是长方形啊 先用直尺 检查四个边的边长 记录长度 接着 再使用三角板 来检查四个角是不是直角 虽然这个卡片的对边等长 但是四个角不是直角 所以不是长方形 原来如此 谢谢机器人 咦 我为什么又有卡不是长方形呢 生活中有很多圆角矩形的物品 例如手机 游戏机 游游卡 为了美观 符合手感 或是防止碰撞造成物品本身或是身体的伤害 但它们并不算是长方形 因为没有直角哦 长方形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的一种形状 我们可以怎么检查长方形呢 一 用直尺量四边形的边长 两双对边都要等长 二 用三角板上的直角来确认四边形的每一个角 一定都要是直角 如果两个都符合 这个四边形就是长方形 恭喜所有人都通过这一关的挑战 大家可以拿着手上的积分去兑换你喜欢的食材咯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